记者吴孟伦台北报道,女星侯佩岑从美国南加州大学毕业,是演艺圈中的高学历艺人,过去为主播的他浑身散发知性气质。 日前侯佩岑在中国节目《创造101》中与黄博一同担任思宜,但他却因浑身解数这个成语而成为重视之地。 主播出身的侯佩岑口条以及表达能力都十分优异,但中国网军却指责他念错成语,在网路上群洗他乏,原来在中国浑身解数中的解音痛谢,网军们嘲笑他当过主播还念错字,但其实查询台湾教育部网站中可以发现此字典一,因此侯佩岑并没有读错,只是台湾与中国的读音有所差异。 有人看不下去跳出来解释双方读音的差别,竟遭枪没那个能力就不要来主持啊,做错了还成了理所当然是吗? 来中国主持综艺本来就要说标准普通话,但也有人力挺侯佩岑非常专业,认为他根本不该被骂,掀起热烈争论。 侯佩岑至中国主持惹上无望之灾,翻射自侯佩岑脸书,中国网军先气论战,翻射自微博,教育部网站接得确变一,翻射自教育部网站。